白色九旅车突然偏离车道 愈开愈往左 眼看就要撞到了却还没有停 碰后大一声猛撞上分割道 这辆车弹了起来 车头破碎半径万漏 大痕就在路中间 后车反应不及直接撞了上去 从自撞车祸酿成两车撞 地点就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上 双方驾驶轻微受伤 但没有松衣 是否恍神酿祸警方还要厘清 机车准备起步 就被一面而来的乡骑车给撞飞 经济按喇叭 富人还是闪不了 碰得一声 机车重心不稳摔了下去 换个角度看 当时响起车疑似抢黄灯 和直行机车相撞 地点就在新北市三重 意外造成富人左脚骨折 恐怖意外也在板桥上演 骑士想超车就在车缸中穿梭 晃到左边去 结果疑似失控 左右左右摇晃 接着人车倒地 差点就被一旁的休旅车给念过 原来当时骑士要变换车道 却撞上左侧休旅导致摔车 而在台北市内湖 骑士往前骑 左侧小华横跨 辆车道冲了过来 意外发生 后方骑士杀不住遭撞 行车进入器 瞬间90度翻转 眼睛出事了 冠奖才匆匆忙忙地下车 就看当时骑士 往左侧倒下时 人车摔个四脚朝天 手脚头部擦挫伤 鬼切骇撞骑士差几公分 就要面向轮向 让人捏把冷汗 总之文章志明杜萱新北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